国立花林高农常年扎根农职教育 获得了教育部以及农委会肯定合办奖励高级中学 学生从农辅导方案的计划 今年暑假花农三位女同学 志向确定的选择来到了动物医院来实习 而在院长的带领下将安排环境清洁 宠物照顾等等的内容 也期盼帮助学生提早探索未来升学或者是就业的志向 看到这里设备都很齐全 然后也想学到学校实做学不到的东西 未来可能会考虑做受医助理之类的 这是我喜欢的东西 我就有能力把它做好 所以我喜欢这份工作 我觉得我就不应该要怕它 喜欢就全力以赴 想朝受医助理的方向迈进 来自花莲高农的庄同学 曾同学以及戴同学 三位志向明确学生 今年暑假来到高桥动物医院实习 在院长应宏妍介绍下 报道首日先认识医院新管环境以及实习内容 花农续产保健科主任李佩昭表示 每年都有学生选择来到动物医院实习 学生可以提早感受职场环境 我们前几年也都有学生来高桥动物医院实习之后 因为这些经验特殊的经验 还有一些专业技术的培育 可以让他们经由这一段经历 还有技术的交流 然后借由许多不同的升学管道到国立大学 我们曾经学生因为有来这边实习 是到中兴大学兽医学系 然后也有台湾大学等等的知名国立大学 最主要是希望有越多的学生了解动物医院的运作 让他们知道有一个不同的工作职场 给他们未来在升学或者是就业上面 有多一份的选择跟体任的机会 新的动物医院我们希望能够借由空间设计上面的改变 让我们的工作效率增加 让动物照顾的品质能够更好 特别是我们过去的整疗空间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空间 它必须要两边跑来跑去这样子的照顾 那现在全部整合在一起以后 在同一个时间里面可以照顾更多的动物 或者是我们照顾得更精致 这是我们班家最主要的目的 学生透过实际职业探索 提早了解未来志向 在经验和技术的交流不同升学管道下 未来选择希望的学校就读 院长表示实习内容包含环境器械清销 药品整理准备 住院动物照顾 手术室认识和门诊工作等 200瓶的动物医院 分开的狗猫诊间和住院配置 期盼性环境让工作效率和照顾品质都能提升 也帮助实习学生提早探索未来升学或就业的志向 记者长方眼 华林志报导